说到这儿啊 那有人要发表不同意见了 什么爱情宣言呢 五贵妃死后 唐玄宗那还不是一情别恋 又宠上了杨贵妃了吗 哎 红宇告诉你 他晚年专宠杨贵妃 他不假 可是这只是表象 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说 让你颠覆三观的发现了 据唐代文献记载啊 五贵妃死后 唐玄宗把他后葬在镜里 就是旁流村的这个大墓 那为什么要葬在这里呢 因为天气好的时候 站在长安城的这个城楼之上 可以看到这里 据说呀 五贵妃他去世很长一段时间 唐玄宗最爱做的一件事 就是爬城楼 五贵妃去世以后呢 据说是玄宗在宫内 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同爱他 冬天在一起 然后他死了以后 你说玄宗是个情组啊 他老想这个 五贵妃 老是难过 那么既然这么难过 这么思念爱飞 那唐玄宗他为什么又要去抢 儿子的老婆呢 那真是只是因为杨玄玄漂亮 他能跳舞解风情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当年看着唐玄宗那么痛苦 哎有一个人急了 谁呢 著名的大忽悠高丽世 他跟这唐玄宗说了他的一个重大发现 那就是当年的寿王妃杨玄 跟五贵妃啊 他不仅长得很像 而且呢举手投毒气质 他也很接近 那是不是真的呢 据史料 说这回高丽世啊 还真没忽悠 杨贵妃跟这五贵妃啊 他确实挺像 哎呦 这下完了 唐玄宗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 是如获至宝啊 那后面的事红宇就不再说了 而这才是唐玄宗不惜背上这个千古骂名 从儿子手上抢老婆的根本原因 杨玉玄在唐玄宗这个心目当中 不过是五贵妃的替代品 好了 说完这段惊人发现 那再说回京市国宝 2009年年底 一场谈判在香港进行 那这场谈判的焦点 正是五贵妃食果的归还问题 原来啊 几经辗转 警方的终于打听到 早在多年前 五贵妃食果呢 已经被偷偷的卖到了美国 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和规定 对于缔约国非法出口的文物财产 其他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收回并归还 而中国和美国啊 都是这一公约的缔约国 他也知道 党外文物是违法的 而且这种犯罪呢 在美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谈判的最终结果呢 是说 麦克表示 愿意回去 做工作 把这个东西 还给中国 2010年3月4日 警方接到美国古董商的消息 对方愿意无条件归还食果 4月 在海外漂泊了六年之久的被盗食果 终于被装载在集装箱内 他运回了西安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道来看看 这件重新拼装还原的金氏国宝 尽管他历经罗难 但他最终的回到了故里 尽管他已是伤痕累累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唐玄宗对吴会飞的眷恋和不舍 更可以看到 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和那个时代的恢复